在移动控制整个场地的范围上面 他的身高他1米61 对 以张静来说也是劣势 但是他就是凭借自己这种韧劲啊 这种经验啊 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啊 另外一个呢 荷兰队他是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了决赛圈 你应该说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队员心态是比较放得开的 对 所以还不能够着急 不能急于求成 因为毕竟从第一单打的情况来看呢 两个队员呢是各有特点 都是世界顶尖的高手 所以还要耐下心来 发挥自己的特长 像刚才陈岳指导所介绍的 你拉掉控制好对方 突击这边要打得坚决一些 不和对方斗这个手法 来看看第三局 决赏局的比赛 要做好这个打多回合多拍的这种思想准备 减少这个无谓的失误 在这次游博杯的比赛当中 陈岳印象当中好像只有我们的双打 高龄黄穗呢输了一局 其他大部分都是2比0获胜 那么今天打到决赛呢 确实要想战胜 对手获得冠军 也绝非意识 整体实力呢 毋庸置疑 还是中国队突出 但是单从这场单打来看呢 两个队员是各有特点 12年的这个征战啊 多次在这种世界顶尖的 最高水平的大赛当中相遇 本身这就是传为一段佳话 对一个很难得的一种佳话 好的 这个在半场勾对角啊 这么高的质量 张海利跨步上前 也是没有够到这个球 从第三局开局 这个张宁很明显 打后场的球的弧度啊 更高了 拉得更厚了 同时呢 做好充分准备张海利的这个调 那这个相对的时候 事儿来讲呢 就是如果说张海利不攻了 这时候张宁呢 再马上抢攻 这个战术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张海利事实上 他有时候实际上 实际上等着你进攻以后 他在抢往出现你的变化 他在进攻效果很好 但你放高点 等他进攻呢 他能力并不是非常强 刚刚介绍过了 他身高不是很高 手法不是特别的尖锐 那他手爬的体现 在战术意识比较好 机座变化比较快 好的 这一段是连续得分5分 一个是加快了进攻的速度 大范围调动对手 刚才他这个杀掉结合很好 对 直线杀一拍 对方退后以后 马上这个斜线放往前 第三局这个很明显 张宁这个在没把握手的 拉后场 放弧度高一点 哇 这球是快点出雾了 真的是 弧度高一点 然后等张寒利 他等他球头 抓他下一派球 那张寒利的节奏变化 产生一种 就是说 他从主动状态 转到被动状态 这次判断的不错 对 所以张宁还是运用了 这个控制后台技术 我先等你的球 我再抓你下一拍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这局我觉得张宁啊 在进攻的速度上有所加强 另外一个控制对方 两个底线的脚啊 这个回球的速度 不过是平级球 平高球啊 都是打得 也速度比较快 对 这样造成你多移动 多跑动 这样他身材比较矮 移动差的这个弱点 就会暴露出来了 好球 这球正好是打在界内 这样一开局是8比1 但是这个球位置并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以考虑再拉他一拍 现在是又得一分 现在张海利的失误也还是增多了 现在比分已经变成了9比2 这个在决胜局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向 对 盯住他的后场 突然掉往前 头顶一个直线掉球 非常耐心 现在是领先8分10比2 这样11比2 11比2 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 50分钟吧 因为他不是从13点 日本时间不是从13点准点开始的 那么现在是11比2 应该说这一局从技术战术打法上 张宁还是贯彻比较坚决 而且加快了速度 这个在第二局后半段 张宁老想主动进攻 就求了越打越集中 越打越打不开 在这个情况底下 让张汉利的战术 手法意识体现得比较好 那第三局一开局以后 张宁就是通过控制后场 没有把握我先不进攻 我等你打我以后 我再来反攻 还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张汉利就在混乱当中 他的球快 战术意识比较强 手法比较强能体现出来 但是拉开跑动以后 他的优势就没有了 ELEMENTO PLAY 这边他是处理得太极了 所以现在换了场地以后呢 张宁还要注意一下 这个场地的风向 和刚才那个场地有所区别 所以在球路的控制上 要有所调整 这也是太讲究这个角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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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现在最多的时候 是已经领先了9分 现在比分是5-12 有时候大比分领先的时候 还不能过于急于球成 太大 这个21分制啊 确实像李永波将练所说的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运动队 一名选手呢 能够说我完全掌握了 我完全适应了 对 他这个得分快 丢分也很快 对很快 勾对角 控制底线 这段看来要注意了 对 在顺分的时候 在这个顺分的时候高球 葫芦要再抬高一点 不要像逆分的时候 平压 哇 这球勾的质量高啊 所以这点儿也可能有两次失误以后啊 张宁打的也比较紧线了 对 所以他控制上的一个速度也不够 你完全是拉开这么打呢 这个张海利正如下踝 她不怕 她的手法也不错 对 给你磨 慢慢打 由12比3 9分的优势 现在已经变成了4分了 这球是张海利把他打到界外 这样可能会多少缓解一下这个张宁的这种压力 变换一下 对 因为打到很紧张的时候对方联系得分 有时候你就会有点缩手缩脚 打的不是很坚决 对对对 把他这个顺势啊稍微扭转一下子 好的 反手勾对角 这球 这球如果说力量恰到好处的话 对方已经没有办法接了 对 已经很困难了 已经非常刁了 但是蹭在这个网带上弹回来了 现在底分是9比13 第三局这个 三个张宁头顶掉地角现在 战术意图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失误了 非常可惜 来 这段丢分有点快 对 这种运动员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把那个比赛的进展的节奏啊 变化一下子 就是说换一个球 叫才把你擦擦汗 擦擦地板上的汗水 啊 这球也有点犹豫啊 所以看来在这个 这个顺丰这一次的场地上啊 你会有点 为首为尾 比线不敢拉得太深 怕出界 拉得稍微力量小呢 这个半场球呢 对方又容易形成 反击杀球的机会 对 哎呀 这段联系出现住 看来还是思想上有点波动啊 呃 很明显这个 障碍力在落后情况底下 两次呢就是突然间加快的跑动 那这个时候他的手上的这种优势啊 就能提更多的体现出来 啊 啊 啊 有点失误增多啊 可能心理上也有一些变化 这一盘解决的有点 稍微急了一下 对 急在一起 现在是13平 14比13 好 哇 这方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 刚才居然把比分追平了 这是荷兰队的教练员 这个球应该说机会已经出来了 也是非常遗憾要打到了界外 这个球从障碎角度看 障碎角度看还是非常成功的 再临这个时候要提高自己的信心 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把自己的状态再重新调动起来 哎呀 他这个调往前的质量确实很高 现在是张海利反而超出15比14领先了 刚刚看这一组球的时候呢 其实张林有些球可以强攻可能会更好 这个时候在这个 首发不太顺的情况底下呢 打那些拉掉可能会一定的 这样出现一些仗心的困难 先强攻一两排 让自己士气打起来打顺一点 其实你这个拉起来啊 一拍一拍地打 可能正好是步入了这个 张海利的这个这个调子 因为他可以发挥自己这个手法细腻啊 控制球能力强啊 对 因为第三局一开局以后 张林应用这个拉后场上手非常成功 那张海利才能变化了 这球半场球 你就没有办法防了 现在比分是15平 16比15 张海利超出一分 现在看出来啊 这个张宁的心态啊 多少有一点急 所以从刚才他这个 甩拍子这个动作来看 现在还要重新 好球 16平 在减少失误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地加快一下进攻的这个速度 调动一下 对 作为打开局面的一个一个 突破口 突破口 来看一看 这球打到界外 现在是 双方形成焦弱状态 以后 张宁又拿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分 现在比分是17比16 在这一分球 竞争有两次 后场的机会 他都选择了拉高球 拉开张海利的后场 这是比较成功的 好 这一分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这一分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是18比16 这个对运运运心理上的这种考验 我觉得 要大于技术层面的东西 对 尽管你是世界紧箭的高手 在这种重大的争夺冠军的 这个决胜局的比赛当中 被对手连追9分啊 追上来了 哎呀 对手有点急 这个这个 强度不太好 对对 张力队 所以张力的往前要注意 不要太过于及早启动 他做代停动作比较多 停了以后放往 停了以后推对角线 控制两个底线 表 平冲 机会 好球 这个往前 呼吸 抓得非常坚决 对 把握的好 19比17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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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 造成张海利回球出现了失误 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 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 现在是20比17 张宁 张宁 张宁领先 张宁领先 发一个高远球 反手挡后场 控制底线 坚持盯他的正手 这球 这球 接外 现在是20比18 现在是20比18 放往前 平击 往前搓一块儿 再控制底线 调对方上网 随着张海利的回球下网 张宁终于以21比18 拿下了第三局 这样以总比分2比1 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利 在这次的尤博为争夺冠军的比赛当中 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盘 现在比分变成了1比0 是中国队领先 这个呢我们第一个要 感觉张宁在这么多 刘萱 张宁